28号 美日两国的2加2安全会议上 两国的国防和外交高层并惊而立 为彼此友谊的小船注入新动力 其中一项变革在于指挥权 目前驻日美军的指挥官对着5万多名美军 只有管理责任而没有指挥权 28号 两国同意赋予诸日美军更强大的指挥和控制权 またロシアと中国との更なる戦略的軍事協力に対する懸念を共有しました さらに北朝鮮の完全な非核化へのコミットメントを再確認するとともに 路征軍事協力について ロシアから北朝鮮への軍事支援の可能性を含め懸念を共有しました 日美的联合声明 罔顾事实 颠倒黑白 在涉害問題上对中国进行恶意攻击抹黑 对中国正常的军事发展和国防政策说散道四 中方对此强烈不满 坚决反对 居住透社报道 稍早前 美国宣布将以俄罗斯为目标 从2026年开始分阶段在德国部署远程火力 再加上持续的战争 这也引起了人们对俄罗斯可能提前准备反制措施的担忧 远在圣彼得堡参加海军阅兵式的俄罗斯总统普京 则将此与冷战时期的局势做联系 此外29号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在日本举行 四国外长们就海事安全和建立网络防御展开讨论 澳大利亚宣布将在堪培拉投资建立一个电缆连接与稳定中心 此前中国在电信电缆领域的发展引起四方国家的担忧 外长黄银贤表示 新的电缆连接中心能让其他邻国同样受益 稳固地区安全 SBS中文新闻 刘世月报道